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漂亮 非常的精致 那么你在照镜子的时候呢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脸真的很臃肿 哎呀 好想拥有一张明星一样紧致又有型的小脸 没有关系 可以帮到你 今天呢 每次就教你做一道玫瑰杏仁绿豆汤 帮你喝出明星小脸 好 下面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食材 主料 绿豆 杏仁 玫瑰花 配料 红糖 海带 下面介绍一下今天主要食材的卡路里 绿豆15克约47大卡 玫瑰花6克约19大卡 杏仁9克约51大卡 共计117大卡 相当于三分之二个苹果 好 我们下面就开始做这道汤 先要煮绿豆 大家都知道绿豆是非常适合夏天吃的食物 不仅可以防暑消热 还有沥水排水肿的功效 把水倒到锅里 把绿豆放到锅里 绿豆需要事先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有助于我们把它更快的煮熟煮烂 好 下面放杏仁 杏仁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去除脸部的水分 让脸更加的紧致有形 好 我们现在把杏仁放在锅中 跟绿豆一起煮 好 下面我们来切海带 我们把海带切丝 好 我们的海带已经切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锅中的绿豆和杏仁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把切好的海带丝放到锅中 好了 现在绿豆和海带都已经煮得软烂了 我们就可以加玫瑰花了 玫瑰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 可以改善豆豆皮肤暗黄等症状 好 我们的玫瑰煮了一小会儿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汤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把汤盛出来 好 汤盛出来之后呢 我们加入适量的红糖 好 这款汤就做好了 绿豆汤呢 是我们在夏日当中最常使用的饮品之一 如果你下次再煮的话 就可以像每次这样加入杏仁和玫瑰 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去除你脸部的水肿 拥有明星一样的小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乐乐 除了杏仁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之外呢 今天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相同作用的食物 那就是大麦 玉米 白菜等 常吃这些食物都可以让我们的脸部更加的紧臭哦 爱生活 爱美食 更多精彩 自带媲美网 如果你有什么拿手的小点心 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通过小T老师的微博 跟我们许多联系 没准下一个美食达人就是你哦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 而且吃出来的好肌肤是不可以复制的哦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光滑细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